你吃吧 你吃吧 行了 免了 狼主 狼主 刚才说了 免了 什么免了 欠商队的钱呢 感谢狼主 我祝狼主和老大 秦色和明 天天都这么开心 怎么 还行 天天你心还溺不够 走走 吃饭去 吃饭去 我请客 咱吃饭去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好奇怪 奇怪吗 有点好事 但是今天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就是不能告诉我 悄悄告诉我 悄悄告诉你 因为我现在有你了呗 因为我现在有你了呗 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怎么说这么认真啊 还商量 说 什么事 遇知物主说 去毕敌拳 凶险万分 若是带着虾米他们 我心里没底 能不能把他们托付在老幻屋 我们回来之后接他们 还是你想得周全 不过 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你能答应我吗 跟他们一块留在这儿 等我回来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但此行十分凶险 连我都没有十足的朋友 就是因为凶险 所以我才要和你一起 你能不能这一次 并肩而行 我在你身边 我不是说过吗 我可以保护你的 好吧 那我 可就靠你保护了 天啊 也不说是 天啊 你 要是把虾米他们留在牢房屋 玉池屋主会不会觉得 想什么呢 放心吧 我阿兄这个人很好的 很善良 而且我也能看得出来 他好像还挺喜欢小虾米的 你不是要很喜欢他 如果他再安静一点我就更喜欢 好 我去告诉他 好 赶上我的了 来 奖励一颗留一顿 猜对赛哪个手就送你了 在哪儿 这个 不对 再赛 是 你刚才是不是想吓我 你怎么想吓你 我就想把我买的国府给你吃 多虾子 多虾子 帶回去 多虾子 这块是你做的吗 怎么了 好看 好好看呀 真的是你做的 你看啊 这有两颗星星对吗 这样它这样绕在一块 就可以连在一起 想什么呢 就像 五言姐夫 夏敏 你现在已经是个小大人了 要跟翔仔 操搭他们一块 一起照顾魏斯快 你在浴池物主身边 什么都要做 什么都要学 学得越多越好 但是 写词真的好难呀 平时浴池物主跟我玩的时候 真的很好 但是他一教起写字可就认真了 只要写错一笔就得罚我 夏敏是最聪明的了 阿子知道 一定能学到很多 要把从前没学过的 都得学到 等到时候 我们要不要来这里开店 你喜欢这儿 当然了 到时候 我 曹大 和翔仔 并当伙计 月师七娘给我们卓月 到时候 赵王军 他给我们写招牌 魏斯快给我们算账 再让王主在外头迎客 你来画图纸 那阵啊 绝对风光 就按你说的做 太好了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